Vippy 主席 大家好 獅子山下的日出康城 大家會不會不太明白 Vippy 在說什麼呢? 為什麼獅子山和日出康城有關呢? 其實是今早清晨的時份 10月9日 2021 天文台掛了八號風球 這個風球叫獅子山 大家有沒有最想理解一下 康城八號風球底下是什麼情況呢? 今天很豐富 Vippy 在八號風球放假日子遊走日出康城 和大家直播一下八號風球時份 吹東南風 康城是什麼情況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Vippy 主席頻道 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免費訂閱或訂閱我們的頻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9日 其實今年好像沒什麼八號風球 但來到10月中時份 就有個八號風球來了 叫獅子山 其實每個台風的名字 是由不同的國家的民台輪流去Nominate名字 這個獅子山其實非常有香港特色 而實際上這個名字是香港的 今次輪到香港去Nominate 整個這麼有型的名字 所以獅子山的威力也很厲害 昨天3號風球再加黑雨 Vippy 看到一些朋友給我 廣島的影片 好像微型災難片 廣島那邊如果大家有興趣 或者留言給Vippy 或者試一下剪接一下出來 分享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獅子山的3號風球再加黑雨 都十分強勁 非常之像香港 非常之強勁 好了 我看回康城 今早八號風球的情況 其實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 現在是吹近一個東南風 Vippy 就在鎮海這邊 就看到了 這邊就向著東南邊 看到一些風都蠻厲害的 那些樹就吹到橫了 那鎮海這裡 7x24行通道 有一個好處就是 去建築圍牆比較高 變成行人行的時候 都會有牆擋住 這個值得一讚 那吹東南風 Vippy 就立即走來康城南面 看 那些風你見到前面 原來已經有個街風 一早就跟Vippy一樣 就來欣賞那些風 那些風大到 看見三日之量 有多大 那看過來 就是康城的東南面 對面就是香港島 而這個座向其實是看著工業村 那你見到你是測風移 你看 蠻厲害的 所以其實如果風向對的話 那今早的風其實都蠻厲害的 那Vippy 剛才經過的樹 那幾多樹都蠻厲害的 尤其是昨晚 旁晚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去到11點之後 那些風很厲害 那你見到鎮海這邊的 那裏原的樹都催淋了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Vippy 其實之前也有出過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或者討論一下 康城裏面不同的座向 究竟颱風來的時候 哪個座向的風向比較厲害 那我也會說一下 究竟颱風來的時候 究竟要有什麼準備的措施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到Vippy 去Vippy 豬仔Channel 裡面 選Paylist 就可以找到 其實剛剛的影片就不重複了 總之其實Vippy 大約有分享過 就是如果風向東南面 康城比較吃風 那剛才就正是南面 你看到那些風都蠻厲害 有些樹都塌了 但是現在來到這邊 左向就向著 剛剛那條橋就是向著西面 你看到東南面 西面的樹不太動 這邊東南面就有少少動 當然就被領都領峰一排的扭 擋住了 所以你看到這裏感覺上 就不是很大風 那也都Vippy 在Facebook 見到街坊 就說昨天三個風球好像比今天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一個風向 我們走到比較正宗的位置 康城商場的南面的入口 你看到這裏也有些測風的設施 這裏也有些測風的設施 轉不然很明顯 沒有剛才的南面的轉得那麼厲害 比較慢一點 看上去就不見到這裏 有被風吹的跡象 也是來源 其實康城有些少少就是 一排樓圍圍在中間 變成來源就會不太成風 我剛才在康城的東南面 现在我们试试走到去 将会就快收楼 因为有些未来街坊已经说收楼到12月份 让他们准备快点上汇 就是Sea to Sky这边的乐园 这边虽然那些树是Level 3 但是也是没什么 甚至我们从Sea to Sky的Level 3的平台 看出海湾有些风平浪静的感觉 这里就是框大桥 218号风球下的情况 跟我们向南对出少少少看出去 里沿门那边有些不同 这边看到白头龙撞向魔鬼山的山脚 我们换个角度 这边其实是Sea to Sky那边 往回到第13期 再看出江国的海边 这边其实都比较风平浪静一点 我换个角度更加 我换个角度更加见到 就没什么动过 完全不像打烊风球 今天Vippy 由东到南南 走到西北 就跟大家分享所有的影片 但如果我们过来 康城东边 这个是 动感攻的一部分 之前Vippy 有出过的影片 街坊也说 暂时这种小段 就不是很动感 但是可以看到 最右边这里有十几棵树 全部坏了 看来 动感攻卷最动感的时刻 就是 应该是昨晚打风那一刻 非常之动感 那些树全部坏了 只有一棵是没事的 都走不掉 有些垃圾桶 由东向西面吹掉了 其实 应该昨晚都比较大风 有些位都吹掉了树 比较夸张 其实就是动感攻击 其实就是动感攻击 就很有动感的 另外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 康城最新开放给所有街坊 开放给公众的披挂的话 大家记得切勿留意Vippy 主仔频道 先买个关子 下一集再出 来到这里 我们不如欣赏日出康城夜马的景色 在康城的生活圈 最近距离5分钟内 去到15-20分钟内 附近有些特色的 特色的 特色的 尺区设施 又或者有些特别的最新发展 亦都有主力去介绍 跨广大桥再加一张蓝填隧道 接近500英的工程 由无道友 究竟有什么特色之处 Wippy 有超过二三十六片 去每段时期去分享一些特别要点 和一些特别的Milestone 记得不要错过了 另外 Wippy 主仔频道 有个最新的playlist 或者是series 叫做Wippy CO3 这个系列 专门去分享一些统计的数字 不单只是将军楼 或者康城的统计数字 全香港不同类型的 有趣的数字 其实都在用一些特别的技巧 去让大家看到统计数字的变化 譬如这个就说 最上十八个月 究竟将军楼哪一区最多的楼宇成交 这些这么特别的内容 只得Wippy 主仔频道 独加油 Wippy CO3 记得来这个playlist 找回这些内容去看看 如果你不是很习惯 看回YouTube的playlist 你想有个time sequence 好像Facebook 去看回Wippy 主仔不同的资讯分享 尤其是关于日出康城 有一个网页叫Facebook 日出康城group Wippy 主仔频道 记得加入这个group 就会有个time sequence 给大家看回不同的分享 日出康城的group 最主要是日出康城的资讯 刚才所说的Wippy CO3 这些有趣的统计数字 就会另外有一个group 叫Wippy CO3 Facebook Group 记得去加入这个group 给云换 你去ids啊 你到家 网顾 美秘之中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